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知法说法据理力争 我们很多华人 新变的朋友都在complain 现在游民越来越多 治安越来越坏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其实6月7号的选举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并且的话 我们要利用我们手中的选票 改变目前的现状 今天我会介绍一些 一个重大的南北检察长的 罢免选举 在这之前 我们首先看一下 一些重大的法律新闻 首先路易塞纳州的联邦法官 他阻止了拜登政府 要这个停止取消川普政府 所实施的Title 42 442号总统行政命令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川普总统的话 他说所有要进入美国国境的 我们不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染 我们都不允许进入美国 因为来自拉丁美洲 墨西哥的很多非法移民 越境要进来美国 以前如果是没有Title 42 他们进来之后 他们这个移民局 必须要经过法律的程序 让他们这个申请庇护 以后有一个是不符合资格 就去驱逐出境 所以要驱逐一个非法移民 往往的话要花很多时间 还有精力 而Title 42 他就说只要移民局逮到了 都可以不要经过法院程序 直接将他们驱逐出境 所以这个在过去两年的话 很多非法移民被去 没有办法进入美国 拜登政府 他说我们现在疫情已经减缓了 减缓了 这个Title 42 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法规 他们现在要有意思 在五月底的时候 这个将42号行政命令取消掉 但是这位路易塞纳州的法官 叫说Summerhead 他说你现在疫情并没有所说的 还是这个是安全的 所以的话有这个必要 要保护美国的民众安全 所有这个现在你还没有 这个拜登政府还没有提出 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能够确保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之后 不会传染这个疫情 所以以这个理由 法官的话 这个维持不允许 拜登政府取消42号行政命令 所以对很多这个民众来说 尤其是德州 阿里塞纳州 这些有大批非法移民 涌入而深受其害的这些州的话 他们是非常好的消息了 LAPD他们有个特警队 这swap team里面的话是special weapon 这个这个team 他们的话是有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这些swap team的话 他们是全副武装 以后有这个专门是这个来营救的 在5月3号的时候 以后洛汉基市政这个五街的时候 有一个收到了一个报案电话 救护车过去了 他说有人病 没想到救护车到了去的时候 在5楼的大楼上面居然有有人开枪 像在这个来援助的这些救护人员 包括警察开了枪 连发了这个八发子弹之后 警察马上叫来了swap team swap team以后他们发现枪手是躲在5楼 所以他们开始一层一层上去的时候 以后没想到这个枪手又打开窗门 一打开窗门的时候 这个射击手警察的特级队员 马上将他打死了 那这个案件就是因为他攻击警察 以后才派出了swap team 但是现在争议来了 为什么话swap team身上都带有斜向头 而在斜向头里边的话 在整批这些特级队到了现场的时候 其中一个枪手 他在镜头上面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话引起各界的 尤其是警察内部 还有自由派的人士 极左派的人士 你看看警察的话 不当人当成人当成猎物来了 因为这个警察讲了这句话 叫happy hunting hunting就是去打猎去了 happy hunting 就是说打猎愉快 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些被录下来了 他说你这些警察收到报案电话 你并不是说真正要去保护民众安全 你当成一个hunting一种游戏来玩了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当然以前的话 警察没有斜向头 带在身上的时候 说什么话都没办法 同僚都不会执政 但是现在每一个警察身上都带有斜向头 因为这个警察在开始行动之前 说了打猎愉快 这句话现在被停止进行调查 如果是认为 当然如果死者家属也可以请律师 你看看的话 他那警察根本没有必要开枪的 你这组特警队的人就炒奸人命 他根本不当这个枪手的话 他有可能是精神病 还有这些的话 你都或者是他要想自杀 要引诱你自杀 你这警察在开枪之前 你应该要观察一下子 应该要派谈判员进去的 但是的话 因为里面这些警察 当他当这个行动当成打猎运动 这种情况之下 那这种警察也会承担很大的责任的 当然这也不是这个SWAT TEAM里面 第一次遇到麻烦 在两年以前 已经是因为五中枪击案 这个SWAT TEAM有没有必要开枪打死人 这个部分的话 已经是受到无数多的诉讼的 这次就是因为警察在行动之前 讲了这句话 也可能会引致一大堆的法律问题了 两年以前 在BLM运动推动之下 Defend the Police要求将警察的经费 把人之十拿出来 作为一个所谓的 Attunity Sentencing Sentencing的话 就是怎么样子另类的替代的方案 不要坐牢 让他们去做辅导来改变他们的行为 所以在罗杭基市里面 他们特别派出了警察局副局长 并且花了几千万的经费 设立了无数多的非盈利机构 来协助这些游民吸毒人士 或者是有精神病的人士 在他们被警察逮捕犯罪之后 不要关在监狱 以后让他们参加这些计划 辅导他们戒毒 给他们安置住的地方 以后让他们接受心理治疗 这个计划 罗杭基市花了上千万的经费 以后本来他说 可以接受283人去接受这个program的 没想到的话 没有人申请 花了那么多的钱 这些非盈利机构的话 也是一样拼请了大批人士 但是没有客人 因为这些人的话 有精神病的人 他说他们不愿意去 以后流浪汉 他觉得他提供了房子的话 他没办法吸毒 他有太多人管住了 导不于我流浪街头 那真正犯罪的人的话 他知道如果是加进这个program 还要180天受人管 他导不于直接的话 到监狱里面去 到监狱的人去 到经过法律的系统 检察长的话 也是重新发乐 以后导不于就是不参加这个计划 真正在过去两年的话 花了上千万的资金 真正的话只有17个人完成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因为这些犯罪的人 他们他们不愿意 且受别人管理 以后话 所以BLM所推动的 重新发乐 对一些人的话 用social service 用这个来帮助他们 当他们来来感化他们 希望他们不犯罪 这个计划的话 可以说是失败的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很多针对LAPD 他也提供另外一个青少年犯罪的话 不起诉计划 这个不起诉计划的话 也是一样 花了很多钱 以后解散了儿童青少年法庭 以后关闭了儿童监管所 但是的话这些青少年犯罪率更高 这些小孩子觉得的话 这个犯罪都不需要付出代价 所以LAPD 他这个program的话 这也是一样 花了很多钱 要改来改动 现在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些帮派分子 发现青少年犯罪 不会受法律的惩罚 所以现在的话 很多抢案 还有是偷窃的案件 都雇用吸收这些青少年 作为犯罪分子 以后可以造成了一个 青少年犯罪案子越来越多 而这些青少年犯罪无法无天 因为没有法律 在管制他们 警察局抓了人 检察官不起诉 检察官应该是替我们民众 主持公道的 当一个嫌疑犯 犯了罪 检察逮捕了 但是要走进这个法律程序 是检察官要提出起诉 但是的话 在过去两年 自由派在Jorge Sorrell的 这个后面的金融大社 大鳄鱼 在后面的话 推动这个加州通过64号法案 允许大麻合法化 在支持推动这个Nielsen 自由派执左派的执政派的做了州长 他们在立法方面以后进行了很大的改动 减少了警察的经费 以后在罗汉基 以后旧金山 Baltimore 纽约 这些执政派的检察长都当选了 这执政派的当选 他最重要的话 他不是说 是要这个惩罚犯罪 而是说什么样子 感化犯罪 感化他们 让他们不要犯罪 但是这也是证实 犯罪率那么高 流浪汉那么多 以后他们 他就是因为 这个检察官 没有起到应有的功效 所以的话 在我很surprise 因为的话 很多人都觉得 官官相护 这个民选官员 不会站出来得罪 这个现有的检察长 在罗汉基 有五个supervisor 每个宪政委员的话 他们都是 这个不敢得罪 这个检察长的 没想到的话 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 这个检察长 这个检察 这个宪政委员 supervisor Kathryn Barger 他公开宣布 他说 我要罪免检察长 因为在罗汉基县里边 基本上 有几个重大的 这个职位 是所有county 小宇县里边的居民 都可以参与投票的 县长之外的 县政委员之外的话 还有检察长 警察局局长 以后这个同行之间 他很少会站出来 来反对 要求罢免的 没想到 这个宪政委员 Kathryn Barger 他站出来 他说 我就要赋予大家 来罢免检察长 George Goscop 在目前的话 签字 我们现在的话 根据法院的要求 我们要成功罢免检察长 必须要在这个 要收集到56万的签字 最后到11到 到目前5月13号为止 目前的话 已经收集到45万的签字了 所以的话 现在还剩下45天的时间 在45天的时间之内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收集到56万的签字 那基本上的话 在11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来投票 罢免检察长了 当然旧金山深受其害 在因为旧金山在四年 在五六年以前 应该是六年以前 George Goscop的话 就是罢免检的检察长 以前就在那边 也是将旧金山的治安 搞得一塌糊涂 后来的话 接班的 接班的也是自由派的 叫Boden Boden的话 他同样的也是面临的 这个也是将自然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的话旧金山的华人带头 以后开始提出罢免 这个罢免的话 是6月7号投票 根据最新的民调 可以显示出来 这两个人的话 现在民意 对自由派直径派的检察长 从宽发落犯罪行为的 这种做法的话 是不得民心的 以后在我们最新的民调 他是他自己内部做的民调显示出来 百分之48的民众是赞同罢免的 而是支持罢免人士做出来的民调 是百分之65的人士是支持罢免的 所以的话 这个很快再过两个多星期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旧金山的民众会不会觉醒起来了 如果是他们聪明的 他们一定会投票来支持罢免 换掉这个检察长 其中这个Asian American 他是这个亚太医 在领导罢免旧金山的检察长上面的话 是带起到这个领导的作用 他这部分里面的话 在里面牵制的很多都是China Town的华人 因为自安恶化 民不聊生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民众已经是受不了了 以后再开始发动了这一波的罢免 当然如果这次罢免行动成功的话 那自由派的人士知道 他们现在这种的话 这个从宽对犯罪宽容的这种政策 是不受民众欢迎的 当然现在我们在罗汉基的民众来说 现在还是如果没有签字的话 还是有机会签字参与投票 我知道新边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 都在签的字送回了送回去了 还有一些民众以后也在超市门口 摆摊位来收支签字 不管如果你自己没有机会去参与 到超市里面拿表格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里面去 这个recall da george goscom这个网站 在我们影片下面的话 我将这个网址连在里面去 大家上网上网去了之后 在右上角有一个这个说sign the petition 这边的话你可以要求print out一份这个petition 在里面的话填上你的姓名地址 以后的话签上字 以后的话你就是寄回去 以后希望的话能够在将来40多天收支到足够的签字 以后能够将这个罢免案递交 大家来公投 公投的情况之下的话 希望能够将这个自由派的直左派的检察长拉下马 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见